周末快乐,哇,非常开心啊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Young Color 少园女子偶像选拔赛 台卫赛的现场 我是来自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杨硕 各位,周末快乐 哇,今天不得了咯 除了我们可以欣赏到乍天的表演之外 我们的这个晚会呢 也是通过各个直播平台 让全国的观众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们有没有外地的 要不要给家乡的朋友打个招呼 是的,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那这一次呢 我们Young Color 少园女子偶像选拔赛呢 是由咱们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 和成都颜色英子娱乐有限公司旗下的 Color X共同主办 由我们成都精明文化传播公司 承办的一次大赛 其实说到咱们Color X呢 在我们业界可以说是平地一声惊雷 因为呢,它是有最专业 西南片区最大的一个 艺能培训机构 这一次呢,我们是集结了 四川的各大高校 包括我们熟知的像四川音乐学院啊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啊 还有我们的成都理工大学啊 等等一系列的院校 我们从七千多名参赛的美少女当中 选择出来十多位组成一组 一共有七十多名美少女 会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呈现一台精彩绝伦的排位赛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热情啊 刚刚呢是看到了开场啊 其实开场的时候呢 他们只是小事牛刀 因为在后面呢 还会有更加精彩和激烈的比赛 这个比赛自然会有评委 所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到场的五位重量级的评委老师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哇,你们要准备好尖照声好不好 让我们有请2011年快乐女生 全国总冠军 段灵溪 欢迎,欢迎段灵溪 好久不见了啊 又长可爱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TF Voice 以及我们SHA等明星的音乐制作人 著名音乐人 严小剑 严老师太严格了 跟他的姓一样 因为他帮TF Voice打造单曲的时候 那是让TF Voice都是唱吐在了录音棚 所以我们今天的选手 必须要拿出他们120分的热情才行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网络红人 歪歪明星直播 我们的网络主播 以及音乐唱作人 丰小针 这个只要丰小针一灯歪歪 那个歪歪必须塞爆 所以今天晚上小针 你稍微温柔一点好不好 就是把我们这个聚光灯 留给我们的选手们 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2011年的快乐女生 全国九强成都 颜色英子娱乐有限公司的副总 郁嘉丽 欢迎嘉丽 嘉丽我们也是再熟悉不过了 快乐女生的时候 高音啊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最后要欢迎我们的著名媒体人 制片人 傅强老师 傅老师啊 只要是来成都的明星 就逃不过他的魔爪啊 因为呢 他访问的明星 应该是占据了整个武乐圈了 有起码几百位了是不是 接下来访问我好不好 欢迎各位老师 那其实呢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很多 要感谢的朋友 那首先在这里呢 我要提醒大家 赶快拿出你们的手机 所有的朋友 你们爱音乐爱唱歌吗 同学们 很多爱音乐爱唱歌的同学 但是你们可能 没有这样的机会 站到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那赶快拿出你们的手机 一起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下载我们 四川网络广播电视台 我们旗下的熊猫视频 观看我们比赛的精彩视频 以及扫描我们ColorX的订阅 因为ColorX呢会联合我们全球最顶尖的制作团队 帮助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韩国的团队 香港的团队 英国的团队 以及好莱坞的团队 这一次呢 诶不要哦哦这是真的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选择出来的这个女团 我们将全方位的打造她们 调动所有所有的能量 把它们打造成全国乃至全亚洲最顶级的女团 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选手们也是某足了120分的劲 我们的ColorX也是一定立志要把她们推向全国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所以我们这一次本土女团要全靠各位的支持 各位你们有没有准备好要选择谁了呀 有没有喜欢的 有了是不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进行比赛了 在这之前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 要感谢我们的中国电信队排位赛的网络支持 以及我们的ID发型 以及CEC美妆 为选手们打造了非常炫酷的造型 同样我们也要感谢成都太古精锐酒店管理集团 为我们的艺人们提供了非常好的酒店的下榻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漂亮的舞台和场地 作为东道主 你们是不是要给学校来个巴巴掌 感谢我们的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谢谢 同样我们还要感谢最最时尚的健身连锁 美国器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时髦的饰品 以及我们的服装是由A&B为我们的学员量身定做 今天呢我们的五位导师会从五个方面对我们的女子天团进行考核 他们分别会从线下一人的标准 线上网络粉丝的立场 以及经济公司的角度 还有音乐制作人的角度 电视制片人的角度 对他们进行百分之的打分 待会呢会将我们的打分送到我们的公正人员处 我们的公正人员呢会取平均分 而决定我们今天晚上排位赛的顺序 那今天晚上的排位赛至关重要 决定着他们代表的团队 代表的学校究竟可以排到第几名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11月27号的时候 我们会有下一场的比赛 决定着他们将会挑选谁作为自己的对手 他们将有优先挑选对手的权利 好了我们讲了比赛规则之后呢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比赛环节 首先要有请到的是我们成都理工大学 有请我们的明星导师胡英辉老师 以及中国新歌声的优秀人气学员 侯志斌 欢迎两位 那今年呢大家看今年的中国好声 也就是新歌声的时候 一定关注到了冰冰 冰冰呢是有几位导师为你转身 两位导师 分别是 纳音老师和杰伦老师 对纳音和杰伦都为冰冰转身了 那冰冰呢也是咱们Color X现在的老师 也有自己的学生 今天马上你要带领你的团队 你的学生要上台了 有没有什么要对他们讲的 呃就开开心心的玩吧 对 只是玩而已 对啊 没有任务给他们 不要任务 然后让他们放松心情的去享受这个舞台 哇 冰冰老师很好 胡老师你应该比较严格 没有吧 其实我还好 因为今天是第一场排位赛 所以我相信经过每一场的比赛过后 我们理工大的每一位队员 都会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退变 对 是没错 我们要期待咱们成都理工大学 来 有请我们两位导师 到我们的导师观战席观战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成都理工大学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成都理工大学 一个人会想 一个人会想 中国的快乐时光 爱情很危险 所以要勇敢 时间会关我的梦 想象的就像过了十二点 爱情也消失了吗 最后看你一眼 是My God's feeling 再见了我的过往 跳出大力的KP 几年的爱和你 往事的你我会怕着回忆的权利 孤单那么快和快乐 我不会慢慢那么忘记 一段爱情我妄想象象 就像是一样线着 慢慢的变变不散乱想 我不会 我不要忘了 慢慢的不一切 我不要忘了 不如我的梦想 不如单单 变变叹就变了 看不到 为了爱情空撞 我不会慢慢那么忘记 很爱情閒 描迦 想不到 为了爱尽空 谢谢 想伤的钟响 握了十二点 爱情也消失了吗 最后看一眼 顺便告诉你 再见了我的过往 来来来 掌声送给他们 神秘的黑天鹅 来 各位有请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对不起 刚刚呢 我有一点小插曲 打断了他们的比赛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好 来 首先请我们的评委老师点评一下 灵溪 今天第一次看你们的表演 两个问题 一 站在后面的舞蹈跳的时候 有些同学没有沾口唱歌 这是作为一个女团 一个团结性 你在舞台 要的是表演 把你所有最好的一面 转现给所有的朋友 不是偷懒 不是彩排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值得表扬 那是第二点 就是 小羊的东西 刚才打断了一下 但是你们每一个人 我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表情 包括你们的生态 完完全全真的很专业 这个真的很值得表扬 其实我们是设计好的 这是为他们加分的一个环节 没有啦 开玩笑 来 别的老师呢 小剑 同学们你们笑点很新耶 我是第一次和灵溪一起来做评委 然后刚刚她的点评吓到了我 我以为她是很暖心的那种 对 她一下来就是一个批评 把我都吓到了 真的是怎么回事 公私分明 我是研究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好吗 好吗 这样我们听一下小剑老师 我自己反而就是没有关注他们唱 关注他们跳 对 然后最好印象是那个 就白色衣服那个 对 我们的白天鹅 对对对 出来 就可能我感觉她应该会比较冷 但是她还是能 对 就挺好 是 没错 我想采放一下 来 刘景 刚刚我打断了一下 你会不会很恨我 没有啊 那一下心里面会不会很慌 其实如果自己真的投入到 自己这份演出当中 感觉好像是什么东西都不会打断你 没错 你看这个身材太好了 这个腿好像是从肚脐眼以下就开叉了 这样子 我们秀一下美腿好不好 来一个pose 秀一下啦 哎 男孩们要不要看 要不要 秀不秀 这样子好了 我们这么多美女 这样子我们一起 要不要 来来来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一秀腿好不好 来准备 三二一 啊 硕哥 硕哥 你应该就是自己想看吧 是 太美了 你真的太坏了 你这样子 傅老师 我是觉得 杨硕给这个成都理工大学 有很多加分的项目 对 包括从舞台的效果来讲 刚刚如果有意打断 但是反而更加能够衬托出来 他们真的在舞台上很镇定 也就是说他们真的在下面花了很多的功夫 是 其实我还想问一下 封小珍老师 就是 因为封老师在YY上面真的是很有名气 爆炸掉了 对对对 就是你觉得哪个女孩子如果 呃 作为一个网络主播的话 他会活起来 你感觉 呃 我感觉应该是 中间那个短发的 因为他很自信 然后很活泼 对 而且他唱歌 刚刚我有注意到 他唱歌很霸气 对对对 他有那种气质 我觉得 对 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老师的点评 那接下来呢 说了要给他们加分 也希望真的可以给他们加到分 好不好 来 赶快下去休息一下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成都理工大学的同学们 谢谢